116 大公報 走進吉林考察吉林投資吉林吉林省各市州 推進民企吉林行活動成果聚焦 2015年7月11日吉林專題B08B09高月飛逢與民企吉林行系列活動 提供了一次聚焦吉林省招商引之新景象、經濟發展生活力的機會 從籌備其開始,吉林省各地、市、州、大顯身手 全面開展與之名民營企業接觸合作 一輪輪招商引之進展和項目落地接報湧向這片逆土 掀起了民營經濟發展的熱潮 民企吉林行投資說明會其項目簽約儀式是此次活動的重頭戲 來自全國工商聯108位企業家常委 300餘委之名民營企業家參會 全省共有57個有代表性的項目進行現場簽約 會期過後,本部特別推出吉林省各市州推進民企吉林行活動成果聚焦 回顧和梭里此次民企吉林行之際 吉林省各地、市、州、再推動招商引之、 推動經濟發展的措施、活動、成果等方面曾出不窮的亮點 民、高月飛、逢與長春領全省之先加速法力速轉營民企吉林行系列活動開展以來 長春市全面掀起招商引之大潮 凝聚產業轉營新動力、新一輪振興發展引擎加速法力 至去年3月確定全國工商聯11屆六次常委會議在長春舉辦後 長春市就將此次活動力為今年招商引之的首要任務 去年年底以來,圍繞重點產業、重點園區、重點企業 共開展招商活動230月次 在這隻招商活動中,長春市下足功夫 重點關注和對接契合自身產業發展方向 可能與之開展合作的企業並一一上門推介城市和項目 堅持做好與全國工商聯、省內及民營企業三個層面的對接工作 通過上門購房之名企業等方式 對接全國工商聯常委企業六十餘戶、執委企業一百五十餘戶 之名民營企業五百八十餘戶、商會四十八戶 此外,更多地接觸諸三個、長三個、環撥海等發達地區的企業 先後扶上海推動在談項目簽約落地、赴北京開展系列拜訪和作推活動 赴牆三個、豬三個、環撥海等經濟發達地區開展招商活動三百餘次 聯繫接觸各類企業九百多戶、經過會前的充分鋪電與細枝準備 長春市值及十五個項目作戰單位召開了二十場系列招商活動 共有二十九個項目順利簽約,引資總額達一千一百五十九億元 此外,還有一批大項目在這三天旅落地 據長春市商務局統計,在此次民企根林行活動中 長春市共引進項目四百六十一個、投資總額達六千二百餘億元 其中,已開工、已簽約項目累計二百八十六個、引資總額達三千七百八十二點三百億元 超額完成了全市三千億元的止報任務、為目標任務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點零八 遙遙領先省內其他地區,一批項目集中簽約是一個良好開端 做好跟蹤服務,確保項目落地三根,提升資金到偉略才是最終落腳點 接下來,長春市將致力於讓更多合作以向從協議和藍途變為實實在在的項目 吉林戰略招商駐就新興產業從洪巧的重化工業基礎到發展新型產業基地 旅遊道教名成和生態移居城市 吉林市新一輪招商引之戰略 瞄準的視通用航空、新材料、生物技術、健康養老及文化旅遊等 新興前緣和綠色生態產業梭里吉林市這一年來招商引之項目和成果 我們看到一幅描繪新興產業跨架的戰略招商新藍途徵隨隨展開 一年來,圍繞民企吉林行活動吉林市走出去招商的有近四百人次 合談推進了中新食品區、旅遊文化和智慧城市等544個項目 簽約310個、引資總額超1,500億元 其中、海皇、曼達廣場等204個項目已開工 到位資金349億多元 其中、某或通用航空產業員 並與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簽下了直升機組裝 公務機維修及運營機地大項目 以及引進深圳海皇、在中新食品區建吉林海皇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產異常白山特色資源為原料的保健品和食品等項目 都體現了吉林市的戰略招商的高層次、大視野和新角度 吉林市領導班子主動出擊、虐傷罪傷、點對點 面對面地逐個企業上門磋商、助推合作 吉林市委書記趙正波年初趕赴上海考察陸地、 汪氏、志達、月星等幾大知名企業集團 後赴深港、游到深圳海皇、香港遠東國際控股 廣州豐芝生物科技公司等企業 深談了中新食品區健康產業基地永吉原醫藥保健品包裝物及 豐滿深箱中合體等項目的具體合作事宜 市長將換秋二月付長三個 與九戶大企業商談了保健品和旅遊等項目 並見證了吉林高新區與上海陸地集團 總投資36億元的陸地高科城建設項目簽約 5月,再付互深與友好城區普陀區交流項目 杜光明集團考察 與海皇董事長將市民共議項目 在吉建設中的配套服務事宜 吉林市委統戰部 市工商聯負責人分頭帶三個招商組 副長三個 豬三個 環渤海等區域招商 拜訪了上海鷹石聚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華立集團 南京聯聰科技集團 陝西超群集團等十九戶企業 其中 十三戶全聯常委 執委企業表達與吉林市的合作意向 延邊走出去赴港招商請進來共和合作民企吉林行簽約儀式上 延邊周現場簽約五個項目 總投資達129億元 據悉 從去年3月至今年6月底 延邊周民企吉林行活動簽約項目 共計156項 引資總額1078.31億元 其中 開工建設項目98項 引資總額397.64億元 到委資金146.7億元 有效地推動了延邊周綠色轉型發展 延邊周包圍繞民企吉林行契機 積極走出去 請進來 創新招商方式 以上招商 開展好產業鏈招商和產業集群招商 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業進駐 為進一步推動民企吉林行活動的深入開展 延邊周主動請進來 再延吉組織朝開了民企吉林行活動推介會 邀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73位全國工商聯直屬會員企業代表 和23位全國工商聯直屬商會代表 其中包括38位企業的董事長 總裁或總經理 還有多位國內500強 中國品牌100強和上市公司的企業代表來參會 共同考察延邊周的投資環境 共貿發展 活動期間 全州八個縣市 共合談項目150餘項 有37個項目達成了合作意向 再走出去招商方面 延邊周特別赴香港開展了經貿交流活動 先後拜訪了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 香港中華總商會等六家機構 考察了香港招商局集團 香港國泰集團等百戶企業 再推了延吉微型清激能源小增 敦發大豆製品 雲春摘魯比樂港 延邊天然氣 吉林海之基信等七個重點合作項目 與三百多位香港企業家建立了聯繫 三十多位香港工商界 投融資機構企業家以富然邊周進行實地考察和項目對峙 先後赴長三角 豬三角 環渤海 韓國和台灣走訪百餘人次 邀請恆大 阿泰 浩華 義氣 蔡伯樂投資 美國由尼海特等十餘家客商來言考察 與全州紡織服裝商會 大連延邊商會建立友好關係 密切關注經濟企一體化發展態勢 捕捉北京產業轉移動向 有針對性摘取符合延邊周產業政策和區委優勢的項目開展對峙 借助民企吉林行活動平台 延邊周通過銜接省籍對口部門 主動聯繫企業 通過州公商聯與省公商聯 全國公商聯的密切關係 積極引戰企業加 會前聯繫了七十餘家企業 分別就人芯系列產品芯加工等項目與近三十家企業進行了深入黑談 作為根林省面向東北架開發開放的窗口城市 雲春市積極參與此次活動 通過參加在營吉市舉行的中企聯2015年全國企業加活動日期中國企業加年會 與二十多家中企聯商會及企業進行了對職 與深圳 產業聯合會合談了雲春 產業員項目 與中國平梅神馬能源發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合談了梅發工項目 雲春還簽訂了總投資三十八億元的世貿中心項目 以及總投資三點二億元的雲春市立實焚燒發電項目 白山招大商最名企家快綠色轉型白山市搶渣機遇 落實責任 開展一對一購門招商 成功人進了一批大項目 引進項目一百二十二項 引資組額九百八十點三二億元 其中 簽約並開工項目八十七項 引資組額二百八十六點六二億元 到位資金一百五十一點八一億元 資金到位略百分之五十三 年初以來 白山市積極走出去 主動購門招商 迅速牽起招商引資活動熱潮 圍繞三三三能源 礦存飲品 礦產野金新材料三個千億級產業 旅遊文化 人參 臨產品三個三百億級產業 醫藥 特色農產品 現代物流三個百億級產業 產業集群梯次推進發展規劃 醫托產業樹設計思路 精心組織 圍繞加快培育礦產新材料 旅遊 礦存水 人參 醫藥等綠色轉型產業 謀劃包裝一批科技創新 延伸鏈條 擴大產能項目 白山市重點 參選瞄準全聯企業 加常委企業 執委企業 以及支名民營企業 行業領軍企業等潛在合作對象 主動出擊 一對一定制謀或包裝一批投資額度大 產業帶動能力強 財稅貢獻率高的戰略性合作項目 光耳提升招商引資工作的層次和水平 務實開展項目對接活動 全面了解掌握全聯企業的行業領域 投資重點 發展方向等情況 做到自己知己 有的放置 增強招商引資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為了促進招商引資活動取得實效 白山市府北京 上海 天津 河北 山東 江蘇 福建 廣州 深圳等地開展了二十多項一對一 點對點購門招商活動 走訪對接了全聯基礎設施商會 醫藥商會 旅遊商會及家具裝飾業商會 搭借平臺 參加了全聯基礎設施商會年會及家具裝飾業商會年會等活動 接觸對接了天津大通集團 月星集團 紅星美海龍集團等七十二戶全聯常委企業 一百二十戶執委企業及一大批之名文企 截至目前 白山市與全聯的曼達 天使力二戶常委企業 嘩嘩嘩 外爾眼科二戶執委企業 恆大集團 山水集團 葵花藥業等八戶上市公司簽訂了十四個項目 宇曼達 太平洋建設集團 獨一味海南集團 忠譽燃氣達成五個項目協議 宇曼達 海迪新能源 宏盛飲料等五戶常委企業 海王 三火樹等二戶執委企業 世界五百強企業 太平洋建設集團 萬向集團 九州通 新老集團等五戶上市公司 建設項目 通化園最陰經濟開發區人生產業員項目 通化園赴江鄉商二家礦業甲長石工業員建設項目 柳河園開發區江蘇永和醫藥包財及龍太藥業注射劑生產線 建設項目 輝南龍灣森林旅遊度駕區項目 民企吉林行活動吸引了一大批全國之名民企來通化市投資考察合談 促進了通化市與國內之名企業在醫藥、食品、機械製造、旅遊、健康養生等各個領域的合作進程 企業家紛紛表示期待雙方合作為通化經濟社會發展著入生機和活力 實現有成效的互惠合作 活動期間 通化市委書記金玉輝、市長喬行會見了參會的企業家代表 並與深圳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負責人進行了深入交流和合談 通化市副市長王國昌代表市政府與深圳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簽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據悉 民企根林行活動開展以來 通化市務實開展招商引資 並將此作為突出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平台 對接全國工商聯常委執委企業三十多戶 之名民企二百六十多戶 合談項目九十五個 引資組額四百四十六點二億元 其中 簽約項目六十五個 引資組額二百六十一點六億元 已開工項目六十三項 協議項目四項 引資組額二十八億元 達成二項項目二十六個 全市開工三千萬元以上項目一千一百九十二個 其中 一億以上項目三百五十個 十億元以上項目三十個 廣東恆大 上海中期 江西人和 中興行和 進商聯盟等一批知名民企樂互通化 走出去 購門招商 通化市根據產業發展需要 面向全國工商聯執委企業 中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以及國內其他重大的 有實力的民營企業 有針對勝地開展經貿合談 有市領導帶隊 參加了豬三個經貿交流 香港知名企業家吉林行 臺灣億在會項目對接座談交流 民商佐吉林 吉林省赴臺灣經貿交流等專題招商活動 組織了九十多批次小分隊 吩咐多個省市開展多種認識的點對點 時對時 人對人的購門招商 主動與發達地區知名商協會溝通交流 以點大面 擴大成果 拜訪了六十多個知名商協會 從中篩選了三百多家有實力的知名民營企業建立了聯繫 去年以來 通化市邀請了八十多批次四百多位客商來通 就一百五十多個項目進行了實地考察合談 通過有效對職 再生物醫藥 保健食品 農特產品加工 裝備製造 旅遊養生等領域達成二百多個合作意向 陸續與一些行業領軍企業和重點遠效達成了國際生態科技養生度價成 產學燃用聯盟基地 生物科技產業園等一批合作協議 遼原創一流遠環境牽項目合作朝借全國工商聯民企 吉林行活動開展之機 遼原與全國工商聯城市基礎設施商會企業家對接活動火熱展開 上下齊動 普團出擊 打響了一場搶渣機遇 仍難而想的招商引之攻堅戰 在一次次熱烈、友好的回談中 企業家們感受到遼原市大力營造招商、親商、安商、扶商的濃厚氛圍 感受到遼原致力於打造一流投資園環境的真誠態度截至五月末 遼原市項目簽約下近千億元 活動期間 遼原市重點推介遼長客運專線鐵路建設項目和遼原支線機場建設項目 南部新城規劃建設項目 城市地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項目 遼原國家礦山濕地公園規劃建設項目 讓企業家們對遼原的投資環境及重點產業項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遼原市委書記吳蘭匯建民企根林行活動簽約企業家 原、區、邀請的企業家代表 對在遼投資和關注遼原發展的企業家們表示感謝 他說 企業選擇在遼原投資 是對我們的信任 遼原市將信手承諾 扎實履行義務 努力打造誠信政府 盡全力為樂活企業服務 幫助企業解決發展難題 為企業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企業家們紛紛表示一定要借此機會到遼原走走看看 簽約儀式上 遼原市與直江沙浦外施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戶企業進行了項目簽約 6月26日 受邀的11屋全國工商聯城市基礎設施商會 企業家搭上了遼原大地 企業家們先後深入遼原曠山濕地公園 里原精製 麥達斯旅業 東北物業園電子商務園區 金翼彈品 南部新城 福壽崗 灰星流等重點 企業和重點基礎設施項目現場參觀考察並進一步探討交流 遼原市對投資企業的誠意 讓企業感受到了親相父相的溫亂 增強了投資者信心 經過兩天的緊密溝通和深入交流 遼原市與全國工商聯城市基礎設施商會就雙方戰略合作達成共識 並先後與四家會員企業簽訂了框架協議 民企吉林行活動也帶動了遼原經濟開發區物業產業集群的高速發展 東北物業園發展有限公司與眾多民營企業簽訂了一批社會效益好 產業帶動能力強的好項目 同時 物業園區的產業集群效應帶動了原區內小型物廠的發展 不僅為小型企業提供了辦廠條件 還推動形成了新的城鄉發展產業鏈 直接或間接拉動就業5.5萬人 帶來了較強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松原生態綠色農業強市引資超千億 松原市在此次活動中項目成果豐石 招商引資簽約項目共計161項 引資總額1021.44億元 據了解 民企吉林行活動開展以來 松原市簽約並開工建設項目113個 引資總額514.66億元 簽約項目48項 引資總額506.78億元 這些項目的引靈性、創新性、示範性、成長性特點鮮明 他們的成功簽約和樂地實施 對松原穩增長、調結構、速轉型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松原根林省生態綠色農業強市是松原市參加此次活動的主題 在眾多松原項目中 生態和綠色成為耀眼的兩張名片 簽約儀式上 松原市有4個項目集中簽約 其中 新型農業和農業產業化項目成為最大亮點 松原經濟技術開發區與四川華西希望特區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簽訂投資25億元的百萬頭生豬養值級食品加工項目 寧江區政府與吉林新發揮農國際農業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簽訂投資100億元的現代農業綜合服務員區 K100萬某智能生態農場建設項目 這些項目對積極構建現代生產體系、加工體系、市場營銷體系 加快松原突飾現代農業發展步伐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 環有前國原政府與三一重營能原裝備 有限公司簽訂投資40億元的50萬千雅豐力發電項目 長嶺原政府與北京天潤新能投資有限公司簽訂投資20億元的農鳳湖20萬千雅豐電項目 借此民企吉林行的有利契機、松原市加緊謀華 強力推進茶干湖整體開發和現代農業等項目 活動期間 松原市市長李相國會見了全國工商聯常委 南京三包集團董事長袁那飛 全國工商聯常委 吉林富華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野 並走相關項目進行了合談 再對茶干湖整體開發項目進行交流作探時 李相國指出 目前 茶干湖以根林省客源為基礎 東北客源為輻射 國內及日韓客源為補充的旅遊市場體系已經形成 具備了夠好的整體開發條件 希望南京三包集團等戰略投資者對茶干湖等 景區景點進行深度開發、實現合作共贏 民營企業家代表在根林省考察期間 松原市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帶隊 積極與全國工商聯常委企業展開全方位對職 合談推動合作項目 南京三包集團、樂華集團、聖農集團等企業負責人 特別走進重源、考察重源、投資重源、 進一步迎新鳥活動效果 百城優質服務持續吸引巨資項目項目簽約儀式上 百城市二十九個億元項目落地簽約 簽約合同瓦五百四十一點一九億元 此此簽約項目涉及特色農業、工業、能源業、 旅遊文化等多方面 不僅和百城的產業優勢結合緊密 全方位展現了百城市產業發展的廣闊空間 而且落地費 截至五月底開工略達百分之四十七點六 在百城市簽約的項目中 質量優、個頭大是共同特點 特別是工業項目比重較大 為百城經濟發展又加足了馬力 為了這次項目集中簽約儀式的成功舉辦 百城市堅持高位對接 注重頂層設計 實施了五區步點 四部招商工作機制 各地均組建了招商小分隊 港政主要領導親自帶隊 親自對接合談推動項目 截至目前 各地先後負二十二個省、市 對接了七十八個全國工商聯常委企業 一百二十九個全聯執委企業 一百六十七個國內之名民營企業 活動中 百城市環不斷強化宣傳 通過播放宣傳片、發放投資指南、參加海峽兩岸品牌 農業高峰論壇及各種商會活動、協調新聞媒體等各種方式 全面宣傳推介了百城 可以說 每一個合作項目的成功 都飽陷網立善客商對百城市投資環境和發展前景的充分肯定 浙江中農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總裁許相貴表示 通過了解 我非常看中百城的農業資源和發展潛力 尤其是百城雜糧雜豆品質好、農產品品種類多 這次會議過後 我們會組織一個考察小組 專門對百城農業和農產品交易做一次全面的考察 據了解 百城市在民企吉林行活動中成績肥然 共簽約項目147項 其中億元以上項目81個 合同引資總額1099億元 掀起有一輪投資百城的熱潮 近年來 百城市以優質服務和高效務實引來持續巨額投資 通過實行一站式、保姆式等人性化服務模式 各地各部門積極轉變政府職能、深化體制改革 營造了親商、作商、負商的投資發展環境 受到域內外客商的青睞 項目簽約指示一個良好開端 之後的跟蹤服務項目落地三根 提升資金到偉略財事最終落腳點 百城市局部門負責人紛紛表示 吸引大項目落地後 當務之急就是對項目建設實行綠色通道制度 由相關部門組成服務班子 並確定一名領導為企業聯絡人 提供保姆式服務 即全程幫助協調和辦理相關手續 使企業在最短期限內建成並投產 務實謀遠選強擇優十大項目落戶四平一會一活動期間 四平三天簽約十大項目 其中在根林省民企根林行投資說明會企項簽約儀式上 四平市有四個項目簽約 香港浩德集團有限公司投資四十億元建設 四平市長得商貿物流成項目 石家莊君樂寶宇業有限公司投資十億元建設與製品生產項目 而高集團有限公司投資二十億元建設四平 而高國際電子商務產業員項目 立白集團投資五億元建設四平 立白日快有限公司洗滌用品升級改造礦能項目 此外,在四平市舉行的民企根林行投資說明會企項簽約儀式上 有六個項目簽約 項目是經濟資本、發展之機、實力資源 大項目、好項目更是重中之重 藉助民企根林行、四平與全國公商聯四十八家 常、執、委企業、三個全聯商會 一百零八家之名民企對職合談 同時,把環撥海、長三角、珠三角作為招商引之的重點區域 頂層設計、高位操作、分片包補、強烈推進 市領導多次帶隊南下北上、收到了良好效果 浙江全花、香港豪德、二高集團、石家莊君樂寶、浙江新龍等一批全聯商 執、委企業和之名民企 多次來四平考察、最終入住四平 這些大項目、好項目、保齊了四平在項目 產業上的短板、推動了產業轉型升級 四平是努力做好家、減、勝、除、用優質軟環境迎接大項目 好項目入住、服務做家法 對民營項目在審批階段實行全程保母式服務 建成達產後實施為期兩年的體貼式服務 幫助企業協調解決生產經營中遇到的難題 涉企造減法 全面清理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 經營性服務收費項目 進一步降低收費標準 嚴格規範涉企檢查 設施減輕企業負擔 對中央和省 使已出台的關於扶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進行疏理 進一步推動完善和落實 審批造成法 一是並亂審批 提升效率 二是為妖准入 放權 讓你這三個政府與市場的銜接點 將能放開的行業和領域都向民營經濟放開 三是解決一些職能部門存在的三亂現象和小數 執法執己人員中的不正之風 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中耿阻操排除 以按檢查處速發展 凡是利用職權和工作便利向企業吃拿卡要 強行安排子女親屬以及亂檢查 亂收費、亂罰款 干擾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 都堅決查處 缺不姑息 開創大長白山區域合作發展開放融合新局面本次活動中 長白山管委會共簽約項目20個 總投資300.8億元 其中 簽約並開工項目9個 總投資230億元 再集中簽約意識上簽約項目2個 總投資122億元 分別為深圳海王集團 總投資100億元的前南區海王礦泉水項目 中環集團總投資22億元的古城風情小鎮項目 簽約項目外 環有12個項目正在欺談 欺談項目投資總額171億元人民幣 其中全國工聯常委、執委企業4個 總投資38億元 民企500強項目1個 總投資12億元 長白山管委會蠟燭驅毀 資源優勢、圍繞文化、旅遊、生態資源產品 礦泉水4大產業組織謀惑一批重大招商引資項目 拉新產業鏈條 引導旅遊從觀光營向觀光度加幅合型轉變 結合本區功能定位和城市規劃 謀惑適合本區發展的產業項目 篩選產業關聯度大 可操作性強 投資效益高的項目共24個進行深入包裝 同時精選了4個主題 原彩鏈進行深入策劃項目4個 形成策劃方案 黑綠光盤 在會上重點推介 真正做到2項目為握手 以優質項目取勝 圍繞長白山文化、旅遊、生態資源產品 礦泉水四大產業篩選出與長白山產業發展相負的企業 做到有目標、有方向地帶訪、合談、使項目的人進 對擴大長白山經濟總量、促進長白山經濟發展 形成生態保護為根本、旅遊產業為龍頭 文化和特色產業為兩翼 礦泉水產業為引擎的產業格局 開創大長白山區域合作發展 開放融合的新局面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為積極打造精品、塑造品牌、提升形象 實現環境優良、生態優美、生活優質 真正成為優閒到駕旅遊勝地提供堅定保障 至一回一活動實施以來 長白山管委會負責人大隊開展走出去活動五次 拜訪全國工商聯常委企業五家 其他民營企業三十三家 主要拜訪了橫店集團 神舟數碼集團 深圳海旺集團 恆大集團 碧桂園集團 廣州長龍集團等一批大企業 再走出去拜訪的同時 長白山還家大了請進來力道 請進來常委企業四家 其他民營企業四十五家 深圳海旺集團 恆大集團 碧桂園集團 海航集團 民生教育集團 金科集團等一批大企業應邀來長白山考察合談項目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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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